美国大选能为尘埃落定 拜登宣布胜选特朗普困兽游斗 到底花落谁家伊朗为尘埃落定 然而全世界都好像洋溢在 拜登单选的喜庆的氛围中 这种氛围甚至也绵延到了中国 因此有人开始对中美关系抱有新的想法 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新装折点 为此不惜去刻意地打扮起拜登来了 各种美化拜登的段子建筑网络 真的是让人有些体小皆非 对此我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探讨 基于这个探讨的主题 我想列出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家来一起删却一下 一、拜登政府未来对华的政策 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有区别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 是拜登或特朗普吗 答案不言而喻 美国是全球霸权国家 其对外权力主要被白宫和国会分享 而白宫和国会的决策 主要源自于其背后的 智男体系、幕僚、共识和意见 所以美国对华关系 并非某个领导人决定 而是由其背后的整体的政治力量决定 或者说是由美国政府、美国国会 美国背后的智男体系 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决定的 那么美国现在是怎样的看待中国的 在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 多份涉及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文件中 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国家战略竞争对手 而且是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是美国认为危及到他们的霸权的战略竞争对手 是老大与老二之争 这个定位才是中美关系的实质 基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 那么拜登和特朗普谁当总统还有区别吗 蓝者不会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打压遏制围堵中国 把中国压制住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因此美国无论谁当政 都必然会走打压遏制和围堵中国的路线 像当初奥巴马告亚太再平衡 在南海针对中国打压告TPP和印太战略 不都是对中国的打压和围堵吗 换了特朗普 他的智囊团更加的极端 选择的方式也更加的直接 他废了TPP和亚太再平衡 发起了对华贸易战、科技战 最初冷落奥巴马的印太战略 但后来发现贸易战、科技战效果不大 又重新地捡起了被自己冷落的印太战略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 其打压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都是不变的 特朗普对华政策之所以极端 原因有两个 一是在特朗普上台后 在美国重要的官方文件中 确立了对华战略定位 那就是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这一定位决定了特朗普对华的态度 比奥巴马更加恶劣 对华打压 更加携失敌礼 二是特朗普及其智男团的意识形态 及行为方式更加极端 蓬佩奥等人都是思想行为非常极端的 而且都是从意识形态上放华、筹华 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当然也都更加的极端 终上我们应该明白 特朗普对华政策不是战略问题 而是战术问题 无论谁当美国的总统 对华战略都是不会改变的 特朗普对华政策不是方向问题 而是手段、选择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 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本质上是一样的 美国总统不会因为换了拜登 就对华更加友好 中美关系也不会因为拜登上台 就发生质变 他们只是政策手段选择不同而已 二、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区别在哪里 我看来至少有三大区别 一、是拜登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走极端的单边政策 特朗普在对华的政策上 更加的无所不愿其极 譬如疯狂对中国输美商品加税 直到美国经济自己不堪重负为止 再譬如为了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进行打压 正常情况下拜登应该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走如此极端的政策路线 因此在与拜登沟通时 应该有更多的探讨空间 二、是拜登政府在政策选择上会更加考虑后果 特朗普在政策选择时经常是不顾及后果的 他所在意的就是眼前的利益 对于将来长远利益完全不考虑 在这方面拜登政府会更加的成熟 譬如特朗普政府为了达到目的 对盟友都是无所不愿其极 但拜登政府会更加在意盟友的感觉 所以可以预见 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更多的手段 联合盟友对付中国而非单打独斗 三、是拜登政府更倾向于余温得力而非亲力亲为 特朗普政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更加愿意采取亲自善政的直接对抗 譬如美国对华政策非常的赤裸裸 拜登政府在这方面应该会继承奥巴马的风格 倾向于利用其他国家的支援实现余温得力 针对这一点中国应该做好对冲的准备 基于拜登政府这样的特点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国家为了讨好拜登政府而挑衅中国 三、中国又该如何的应对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谁更难对付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不讲规则没有底线 短期内特朗普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短期看特朗普政府更难对付 但一旦中国挺过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 有助于中国国家影响力的彰显 对中国中长期是非常有利的 特朗普四年的任期对美国衰落的加速作用 要远超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 拜登如果上台必有一系列烂尾事要收拾 而且以民主党政府的一贯风格而言 拜登会花大力气修复与盟友的关系 而后再去采取系列的行动 我们务必要明白 一旦拜登稳住后 中国就是其最大的目标 他必然会发起对华的持续的攻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特朗普政府 拜登是一个弱政府 国会将会掌握更多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可能将不得不面对 更多佩洛西、卢比奥这样的访华议员 他们将会对拜登有更大的影响力 从而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 那么中国又该如何的对付拜登政府呢 我认为应该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最坏的打算 至美国2010年重返亚太针对中国之后 中美博弈已有十年 中美的力量对比如何了 只削笔掌 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更近了 全球的影响力差距更小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 就是因为中国做好了自己的事 发展得好 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就越小 所以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 是斗者奋陪到底 弹者大门敞开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不至于被动 只要美国突破底线 中国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反制 中国有了这样的基本原则 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 心理上就不会吃亏 也就能够和美国打起吃酒战 三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 与美国正在接近 但与美国伊朗有差距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与美国政府博弈 我们必须遵循 毛主席的智慧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坚持好原则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都挡不住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步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